只要和女方担心做亲子鉴定 开关也是 这是拳王脸皮最厚的女人 男子意外去世 留下三百万遗产 前妻带着儿子前来索要遗产 奶奶怀疑孙子身份 放出狠话要遗产可以 但必须开关做亲子鉴定 正所谓逝者为大 入土为安 难道真的要开关吗 大年初六清晨 天还没有完全亮 张奶奶便支起了小气了一夜的腰身 今天是祭嫂仙人的日子 依照乡下老人的习俗 祭嫂自然要从头一早动身 张奶奶六十多岁了 满头银发 面色红润 只是眉宇间透着一股子降劲 显得精神绝朔 她膝下有三个儿子 张子在家守夜 三儿子在外打工 二儿子张涵君却一去不复返 这一年的清明节 老两口本该与儿孙们人团圆的 谁知命运无常 老伴和二儿子却逆亡在回家的路上 一去黄泉 想起儿子的笑貌 张奶奶就禁不住潸然泪下 那天张涵君和老父亲 本是去山上扫墓的 在返回的路上 不偏不倚 撞上了上游水电站放水的时间 只见河水从清澈变灼 很快就汹涌澎湃 车子慢慢熄了火 两人只能汽车逃生 谁知河水来势汹汹 将两人无情卷走至今 下落不明 一场大祸横根在张家人的面前 亲人离世的痛苦让他们失去了理智 在外避难的三儿子连忙赶回家中料理后事 长子则守在母亲身边 分担着照料家中的所有事物 清明一过 张涵君的保险理赔金和遗产继承问题摆到了桌面 有人在村子里散布风言风语 说张涵君在广东十几年间攒下了几百万的家产 随着他的离世都落入了前妻的手中 张奶奶对此不以为然 他只知道二儿子一直在广东打拼包工程 但具体攒了多少钱 他也说不清 一直到儿子下葬 前妻礼方一直没有露面 也没有让四岁的孙子送走父亲最后一程 张奶奶和两个儿子只觉得委屈和不解 张奶奶说 那么多日子里 他们一家人不断打电话给李方 他刚开始答应过来 后来却彻底笑声匿迹了 他当时接电话还说孩子病了 不方便过来 可孩子的舅舅阿姨都在这 为什么连他们都没有派人来守校 不是很奇怪吗 张子一脸疑惑地说 三儿子妻子在一旁插嘴 那我就提出来一点吧 既然说要分老二的遗产 可以先把孩子和老二之间的血缘关系搞清楚 做个亲子鉴定 啥 你说啥 张奶奶皱起了眉头 吃了一惊 没听说吗 当时老二和李方离婚的时候 我婆婆和二哥还想做个亲子鉴定的 就因为法院停电 最后也没做成 三儿媳侃侃而谈 他还拿出张涵君生前写的一些资料 上面详细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 原来 在当年李方怀孕 张涵君就对孩子的身世产生了怀疑 那时两人正处在分居状态 张涵君怎么可耐怀上孩子 而李方竟然还提出 孩子出生后要随自己的姓氏而不是张家的 当时老二提出了亲子鉴定的要求 现在他已经去世了 如果孩子不是老二亲生的 那他就没有李培和继承的权力了 三儿媳说的义正言辞 听到他们的猜忌 张奶奶当场就怒了 他瞪着眼睛厉声呵斥道 那孩子当然是我们张家的骨肉 你们在这胡说八道些什么 当年你二哥多次想见孩子 都被李方拦下来了 现在倒好 直接不露面了 这是什么居心啊 老人一气之下 拿起手杖就往外走 边走边骂 大儿子也过来劝阻 但张奶奶就是不依不饶 反正我今天非去找李方 问个水落石出不可 就这样 张家的亲戚们 被一股脑拽到了 前往李方娘家的路上 路上 老人一个劲地念叨着 都怪那李方 张涵君生前多次想见孩子 却总是被他阻拦 现在儿子离世了 他倒好 直接人走茶凉了 杀居心 非得讨个水落石出不可 一路追查下来 记者找到了李方所在的 一间出租屋里 李方看上去面色憔悴 眼眶有些浮肿 已经三十多岁的他 给人的感觉 却老迈许多 得知前夫过世的消息 他也很是难过 老实说 对于张涵君的去世 李方确实内心颇有愧疚 两人十年婚姻 最后已离婚收场 虽有种种苦衷 但他却一直心存愧疚 特别是听到前夫最后时刻 也念着见他一面 他更是伤心欲绝 不过 很快他就被张家人 旁敲侧击的言语惹恼了 李方向记者诉说起了 当年和张涵君离婚的原因 原来 李方和张涵君是相亲结的婚 两人素不相识 就这么被拼了命根 过上了柴米夫妻的生活 可没过多久 就出现了矛盾 那时 张涵君一心只想赚钱 把李方和孩子丢在家里 无人照应 整日奔波在外 和李方也是聚少离多 眼看着日子就这么耗着过 李方决定提出离婚 谁知张涵君不但不同意 还对他动了手 最后通过法院调解 判决把孩子判给了李方抚养 直到九岁为止 九岁后 再由张涵君抚养到十八岁 我不知道 他们现在是出于何种居心 非要让孩子做亲子鉴定 我和前夫离婚时 他曾极力想要争取到 孩子的抚养权 足以说明 孩子就是我们的骨肉 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了 李方一脸悲愤 现在突然说出这些无稽之谈 不就是想独吞前夫的遗产吗 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 李方终于交代了各种缘由 说来也不算什么秘密 当年已有两个儿子的张奶奶 最希望有一个孙儿传宗接代 张涵君听到妻子怀孕的消息后 第一反应 竟然是质疑孩子的身世 还提出做亲子鉴定 这让李方万分伤心 他本以为怀了孕 丈夫会高兴万分 但张涵君一反常态的反应 让他对这段婚姻彻底绝望了 所以在孩子出生后 他提出要随母姓 就是想把孩子彻底同张家割离了 不做亲子鉴定 就拒绝分我儿子遗产 开什么玩笑 李方眼面痛哭 先撇开这个遗团不谈 我儿子身份清白 自然就是张家的骨肉 当年我和前夫 谁都没有提出过亲子鉴定的要求 现在他离世了 你们倒是醋意而重重起来了 真是目的昭然若揭 双方陷入了僵局局面 不欢而散 三天后 李方主动提出 要去一趟前夫的坟地 为前夫最后走一遭 他的眼神坚定而悲伤 似乎已经在心里有了某种觉悟 张奶奶等人见状 虽有一律 但也为家阻拦 一行几人 就这样来到了乡间的那片树林子里 找到张韩君入土为安的地方 韩君啊 是我来看你了 李方在坟前深深叹了口气 如今你离开了这个城市 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 也就没有了重提的必要 不过我还是得为你解开最后一个心结 孩子是你我二人骨肉 你可千万别相信那帮人对我的诽谤 相信我 我当年的一切做法 也都是为了这个孩子好 我们大口吵过架 其实都只是为了子而已 现在即便是他们提出 我做亲子鉴定 我也是拒绝的 让我们的孩子蒙受如此耻辱 我此生怎能也答应 所以我决定 不再为了你那点遗产 跟他们纠缠不休 孩子就由我一手带大 你要保佑他将来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李方说完便哽咽起来 在坟前深深扣了三个响头 就这样 这场遗产之争 也就此画上了一个终止符 或许 这才是最好的结局吧 对此 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呢 就是这场遗产之争 这场遗产之争